一个跨大西洋科学家小组的新研究表明,细菌可以在火星、兔卫尔、欧罗巴、木卫尔、冥王星等地存在的含盐化学物质的生存。 在木星的卫星欧罗巴、木卫尔上发现雨流和地下海洋,在火星上发现有机物质。 在土星的卫星兔卫尔的海洋中,发现热液喷口的可能性,使人类里在其他地方发现生命更近了一步。 这样的生命必须能够承受极端环境。 而先前的研究表明,各种类型的细菌都可以,一些远离太阳的天体上,液体海洋冰点较低,因为化学物质和盐可以起到防冻剂的作用。 所以微生物必须在温度和元素的共同作用下生存。 为了放大微生物生存能力的参数,来自柏林工业大学、塔夫福大学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,对一种在北极拥有动土中发现的是盐球菌进行了测试。 它们将细菌制于那、铭和氯泡该混合物,以及高氯酸盐溶液中。 高氯酸盐是一种化学化合物,可以帮助火星在夏季维持液态水。 柏林科技大学天文与天体物理中心的首席作者Jakob Hines说,研究人员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氯化纳溶液,因为火星上的物质远不止这些。 对生命的毒性,由于高氯酸盐在高浓度下是有毒的,研究人员想要确定它们是否,数量和浓度可能会抑制细菌的生存能力。 高氯酸盐中细菌的存活率,越低于其他所有溶液,尽管在零下30摄氏度,零下22华氏度的低温下,存活率略高。 亨氏解释说,对于高氯酸盐来说,最低的冰点降低,溶质降低溶液冻结温度的程度,需要总溶液质量的50%,这比其他氯化物的冰点降低,要高得令人难以置信。 考虑到它的毒性,细菌在高氯酸盐溶液中的低存活率,并不令人惊讶,这是否意味着火星不能支持微生物生活,生命仍然有可能存在。 高氯酸盐的存在,不会阻止火星或其他地方的生命,10%的高氯酸盐溶液中的细菌仍然可以生长。 火星的表层土壤含有不到1%的高氯酸盐,但溶液中的盐浓度与土壤中的盐浓度不同。 适应生存,液体高氯酸盐溶液也可以被稀释,亦增加细菌的生存能力。 尽管浓度和温度必须保持平衡,主要研究微生物生态学和行星移居性的特雷沙费舍尔,是亚历坊内州立大学地球与空间探索学院一名博士生说。 像距离的阿塔塔玛沙漠,世界上最干燥的环境,河南极州的部分地区的高氯酸盐含量相对较高。 如果微生物没有进化出一种处理这种毒性的方法,我会感到惊讶,一般来说,低温会提高微生物的生存能力。 但温度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因素,微生物的类型和化学溶液的组成,也决定了存活的最佳位置。 研究人员发现氯化那溶液中的细菌在室温下两周内死亡,在4摄氏度时,细菌的存活率提高了,一旦温度达到零下15摄氏度,5化氏度,几乎所有的细菌都存活了下来。 那口的冰点零下21度,零下5.8度高于其他盐,在每核氯化钙溶液中的细菌在零下30摄氏度,零下22华氏度有很高的存活率。 这并不奇怪,以所有的反应,包括杀死细胞的反应,在较低的温度下都较慢,但是在高氯酸盐溶液的较低温度下,细菌的生存能力并没有增加多少,而在氯化钙溶液中较低的温度可以显示提高细菌生存能力。 结果表明,三种常用的盐水溶液也存在差异。 氯化钙溶液中的细菌存活率,明显低于氯化蓝脑和氯化蓝MBCL2再次的25摄氏度之间的细菌存活率,但较低的温度提高了这三种细菌的存活率。 研究人员对这些细菌进行了多次动容循环,从25摄氏度77华氏度到50摄氏度零下58度不等。 根据火星上的地理位置,火星的表面温度可以经历一些非常剧烈的变化,包括昼夜变化和季节性变化。 火星上的平均温度,约为零下60度,零下76度,两极温度降至零下125度,零下193度。 因此,为了生存细菌需要能够忍受极端的波动。 一般来说,盐度溶液可以提高动容存活率,细菌在压力下会产生修克反应。 它们制造特定的蛋白质,帮助它们调整,生存和应对有害环境。 添加10%的氯化纳会使为生物的死亡率从20%降低到7%,并增加动容循环的数量。 细菌可以维持在70-200之间。 细菌制造稳定的蛋白质作为对恶劣环境的冲击反应。 但是细菌能产生的冲击蛋白质只有这么多,生存与成长,虽然这项研究提供了外星微生物的可能性。 研究人员强调生存和繁荣的区别。 细菌在某些条件下生存,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在生长。 目前正在进行另一项研究,以确定不同温度下不同浓度的盐,对细菌繁殖的影响。 生存与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,但生活仍然让我们感到惊讶。 有些细菌不仅能在低温下生存,而且还需要它们进行新产代谢和繁殖。 我们应该尽量不偏不倚的架设一个有机体,需要什么才能茁壮成长。 而不仅仅是生存,探索各种盐溶液,浓度和温度的研究,有助于科学家集中寻找生命,或者至少不排除微生物在有毒高氯酸盐中存活的可能性。 其他变量也会影响对生命的寻找。 比如细菌抵御辐射的能力,或极端的大气压,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因素。 但是随着每一项研究的进行,我们就少了一个大海捞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